首先我们点开微信图标 点击下方的发现按钮 再点击小程序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放大镜 在搜索框内输入腾讯相册 按回车 点击第一行的腾讯相册 进入腾讯相册之后 在我的相册内 我建了六个主题小相册 然后我们点右下角的加号 这里有四种上传方式 有相片有视频 我们选择第一个上传相片 再选择第二行 从相册选择 然后就进入了自己的手机相册页面 我们随机抽选四张相片进行上传 点击右上角的完成 就上传到腾讯相册里了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新建一个小相册 然后按确认上传 现在我们再来试试上传九张相片 选择右下角的继续上传 再选择上传相片 从相册选择 然后我们选择九张相片 点击右上角完成按钮 上传完成 一次最多只能上传九张相片 继续点击右下角上传按钮 这一次我们选择上传视频试一试 你可以拍摄一段视频 也可以从相册选择 进入自己的相册之后 我选择第一个小视频 再按右上角的完成按钮 于是就上传上去了 这就是刚刚上传的小视频 按左下角的分享按钮 可以将相册分享给朋友圈 或者微信好友 按左下角的整理按钮 进入编辑状态 出现了下载和删除两个按钮 我们以删除为例 随机任选四张图片 再点击右下角的删除按钮 再点击确认删除 这四张图片就被删除掉了 下载也是同样操作 再看右上角的三个小圆点 这里提供了很多小功能 转发收藏复制链接等等 如果按一下右上角的同心圆小按钮 它则返回到小程序状态 按左上角的返回按钮 或底部的小圆点 则返回手机的主屏幕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